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月19日的青盆大雨并非单纯水灾 是人祸韩国与领军的市政府团队 螺丝掉满地根本是人谋不脏 痛斥市长忙着选总统 副市长忙着接班 局长不是不讲话就是讲错话 见请高雄地检署掉月719毫与灾害应变中心会议资料 全程录影 及时全至红池工程进度 闸门开启与否等相关资料进行侦办 韩国与小内阁长政才7个多月 有许多大型工程都是前朝绿营所延续下来 所以令人感到奇怪的是 出了问题为什么都怪罪到韩国与的市政团队 高雄市政府表示 时全至红池原定去年12月完工 前朝延宕设计变更的工程现任是否会努力完成 民进党议员将 超买的国安走私事件 企图焦点转移为 超瞎的司法抹黑作秀 浪费司法资源 这些议员也必须接受选民的检验 高雄市政府新闻局长王浅秋说 他们来做的是什么呢 他们是在做抹黑跟栽赃 那么甚至在对我们所有国家人员的努力跟心情 用抹黑的方式来让大家非常的猜心 那么基本上尤其是有些议员 甚至特地去把市长的行程 张冠李戴友说谎的方式来批我们说谎 这个是最可耻的地方 基本上我们说明得非常清楚 市长在风灾的当天晚上一个小时之内 开始下雨之后就已经赶到了房单疫面中心 当天晚上的确有公务行程 在公开的行程里面出现了 那么隔天早上三级开设市长是不需要到的 他当时人是在南部 那么隔天的确在北部的部分 是有一个媒体 这个第一个报导 隔天早上是21号在台北 那么现在他完全将冠李戴说 他隔天三级开设的时候 人在台北 这明显的确明知道事实不是这样 却要用输谎的方式来批评 负面一个认真的事实 至于谣传当地淹水五天 高雄市政府指出 719那天时雨量到达98.5毫米 瞬间排水已超过承载量标准 当日三民区正心里 民族向短暂的积淹水于晚间六点半后 很快排除 所以传言并非事实 对 这个是